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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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参加第一届的龙师节 我听我们总务的Sophia师姐讲说 她特别帮她准备很多那种气泡水 散热 打嗝散热一下 说那一天没有中暑就算很幸运 本来还担心说会不会下雨 结果不但没下雨天气还这么热 哇 所以就是说虽然我出门在外 但是回来听到大家在分享 当然第一个就是天气怎么样了 就告诉我说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这个温差可以降到 就说差距可以二三十度 然后就让我 那时候我收到的时候 我在台湾 看这个 他们告诉我 这活动怎么样 这发挥怎么样 当然这个气候怎么样 就说 那时候台湾好像三十五度吧 说这边四十度 然后说我回来那一天 就会是 就前两天回来 会是十七度 就让我心理准备 这样 哇 所以其实听刚刚师傅 这样我们讲 我们这些活动也刚好说 虽然是秋天 不过看起来这个夏日的老虎 还没有想要离开的这种感觉 所以就变成叫秋老虎 秋老虎 所以秋天你看它应该是很凉爽 但是偶尔 这个秋老虎出现 也会有很猛烈的这个气候变化 不过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 就是其实这个秋天 都是季节还不稳定 最容易感冒的时候 对 尤其像今年刚好 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风暴 又刚好吹息整个美国 跟这些岛屿的地区 也是值得让我们大家去关心的 所以讲回来还是 因为其实大自然是 随着我们的行为 而改变 就是当然如果用我们宗教的 这种佛教的语气 就是说是我们的众生的 共业招感而来 这个就非常佛教的表达 没错 就是我们大家所谓共业 就是共同的行为 那我们共同行为 可能是环保做得不够啦 对 因为毕竟人口越来越多 资源越用越少 越少 资源是有限的嘛 那在如果在有限的资源下 然后我们人类的行为造作 没有去留意这样子的一个供需 就是供应跟需求 它是不平衡的 一直以为 这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 我一次拿就好了 就是拿 那其实是要很认真去想 到底怎么样去照顾这个大环境 所以难怪我们的大师 还有顾师傅 一直以来都提倡这个环保的概念 其实这个环保概念 其实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要去执行它的 是 所以我马上要去参加这一次的 就是2017年度的 世界理事大会 这是我们国际佛光会 它每年都会有理事会议 那世界理事是主要成员 那我们也会派协会的代表 佛光会代表去 那今年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叫新马市召开 那日期就在10月4号到8号 它8号那一天呢 是圆满 但同那一天呢 也是先马市落成开光 哦同一天 特别等到的 也可以讲特别争取的啦 那其中就是 大会这边要我 就是准备啦 要带领 因为我们 其实我觉得我们国际佛光会 这个组织实在是了不起 它不像一般的社团 社团可能 同性质的 就是说属性一起的 比如说同乡会啦 比如说商会啦 或者是慈善的组织等等 这些社团 那真正在世界上比较大 说上百万会员的也没有几个 我们国际佛光会就其中一个 那么特别 不管是妇女的议题 儿童的议题 各种资源 环境 跟世界有关的一些议题 那17个 那我们后来发现 这17个项目 我们通通都在做 那今年呢 被选入 就是说 今年的这个大会 就要来探讨的 被选入的 就有10大议题 10大议题 就是我们佛光会都在做 那么特别针对这10大议题 要各个协会提出报告 针对性的 针对性的 对 那其中再有几个 在挑出来做分组讨论 包含 就是说执行方案 那我被分配到的啦 刚好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环保与心保 这一组的探讨 就我主持这一组这样 那刚好是师傅这个 可以讲的是 师傅最关心的议题的 关心当然很多 你像其他的 我都好想去听 比如说这个贫穷 还有一些 这种教育普及化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 南非吧 南非一天农队 他就是 就是培训 这些比较贫穷的 这些年轻人 让他们来学习的一些 这些过程内容 然后我们的 菲律宾光明大学 他大学开学 其中都会保留一百个名额 是给这些贫穷的 就不用学费的 完全义务栽培的 不过这些年轻人 真的是很好 听他们讲都很感动 其中有一位 去年 去年的暑期 就是那时候师傅还跟 就是还没有手术 之前 跟这个国际产学 已经上千个年轻人讲话 其中菲律宾光明大学的学生也有来 他们就非常感谢大师栽培他们 然后就跟 在这个回馈分享的时候 他们起来跟大师讲 其中一个女孩子 他说 那他先表达感恩 之后他说 大师 我们都发愿 就是他们 现在受教育 他说 我们这班同学 发愿 大师 请你给我们时间 十年内 我们要让人间佛教 遍满菲律宾 传遍菲律宾 大师回应他 说 很好 虽然 我看不见了 但是 来生 我承诺你 我会来看你们 师父讲到这个 下辈子 我会回来看你们 看你们 弘扬佛教的成果 突然 那个学生 全场年轻人都哭 师父就说 因为他知道 他说十年 师父就不知道 有没有十年 他说 如果我看不到了 我就来世 我会来看你们 非常的感动 妙光法师 他是随时 师父身边的英文翻译 他说 这所有的翻译里头 就那一次他翻不出来 因为他哽咽 他忍了忍了忍 最后 很困难的 把他翻出来 就是说 这个 贫穷地区的 这种教育 你看我们巴西 如来之子 这些是 贫民窟的小孩 都可以栽培到 现在回来当老师了 对 太多这类 很感人的故事 那个我都很 很想去听 那当然了 今天 我们先讲 今天我们不能讲 大会 太 太 这也是太 值信了 不过 太有感而发了 不过 我们知道这个大会 也将是这个 马上在下个礼拜 可能师父又要出门了 是 对 其实马上要出门 那导师 我可以 回来 真的很感谢 我们在 八月份 因为几位法师们 本土化英语 红法的法师们 来参与 学术会议的英语 我们节目 可以采访到他们 刚刚好呢 就是 我在出门的时候呢 听众朋友们呢 有这么多机会 可以清静三知识 可以听闻 不一样的 这个法音 那么 我回来 应该是在十月中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这一次 按照这些议题的 一些讨论 对 那么 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 我们应该要回来 谈谈我们本地 多伦多 也就是刚刚 好像昨天就有一个 非常一个重大的一个 怎么讲 就是 也是跟我们青年朋友们 有关的 非常有关 而且我很高兴 这是我们 这个佛光 多伦多青年书院 第二期上课 当然 我们会在每年 从明年开始 就正式的 每年都会有 上学期 一期 下学一期 就分上下学期 因为我们从去年的 九月开始 第一期 今年九月 其实就是 昨天 九月三十号 是第二期 那么按照年轻人 反应就觉得 太少 那 我也希望是两期 这是今年 你看我们庆祝二十周年 二十周年 能够顺利举行 已经是很 很了不起 好 那 培养青年的 这个教育工作 是刻不容缓 所以 年轻人珍惜 我也觉得很高兴 那么 所以 昨天开学了 我们十五个年轻人 这十五个年轻人 我是很高兴 他们那个 知识 是好 真的 本来 做一个老师 叫做 得天下之因材而教育之 这真是人生一乐也 但我看到他们 有的当然是 社会青年 大概都是二三十岁 有的是在学的 大学 还有说博士生 他们不管工作 或者学业怎么样 忙碌 当然我们也是 应他们的 这个问卷调查 特别排定 就这六周 的时间 那从 第一期 我们是两天一夜 但这个住宿 毕竟就是一个困难点 没错 所以这一期 第二期 调整为一整天 就是从昨天开始 一连六周 星期六 从早上十点 到下午五点 那 我知道 其实有些同学呢 像昨天这样 跟他们讲 他们也很高兴 就是说 我说 如果 有 需要 个别谈话的 我非常乐意 所以 说是到晚上 就下午五点 如果需要的话 他们帮忙 善后整理一下 有的要回学校 去忙 那需要谈话的 我都是在晚餐后 开放 给他们登记 那这个就比较 他像一个人生问答 他也像 我把它称为叫做 小餐皆新 个人的 这么好的机会 谈人生 谈他想谈的话 这样 他们就说 好像是只有青年书院的学生 有这个特权 有这个特权 不过 师傅 在 师傅继续在讲 这个有关于青年书院的 一些 种种的一些细节的话 我们先 休息一下 在这个 回来的时候 我们再好好聆听 师傅 谈一谈 这个有关于青年书院 万人广修戒定会 万人广修戒定会 千家长明日月灯 消灾严寿常欢庆 增福尽得大地春 敦多佛光山将于10月29号星期天 起见药师法会 祈求药师琉璃光如来 护佑您何家消灾严寿 福会增长 功德回向国泰民安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即日起接受点灯功德登记 详请请致电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查询 三个W.FGS.CA 欢迎各位听的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的心灵画面节目 我是王卫 在直播室有顾师傅 师傅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听刚刚上半场师傅 讲到我们的新年书院 这个话滔滔不绝 这个是第一高兴 就是说我们开学了 而且这个课程虽然说是一天 但是一天就是包含的 你像解门跟行门 解门从佛教的历史 当然一起一起的 它其实有个延续性 那不管是佛法概论 监论教理 这些解门 解门里头 我们其中也一定都会安排 人间佛教思想论文的 这些研读 那行门部分呢 其实很丰富 我其中有几个安排 我觉得好像得意之作 因为以前是可以挂单的话 虽然是挤在一起的 这一次因为不用挂单了 他们在自修教室 我想其实时间那么有限 我就把六周的中午午休时间 现在年轻人也没有那个习惯 说一定要去睡午觉 那也不用强迫他们睡午觉 那么本来排自修 我后来把它调整 昨天他们听到也就是很高兴 就是说前两周是缠坐静心 是就安静的静 然后中间两周是超经静心 是清静的静 然后后面两周的中午休息时间 是茶禅养心 就这样 就比较静态 其实他可以借这个时候 就是沉淀一下 休息一下 所以就变成说 每两周就是安排不同的 那都是跟行门的修持 不管超经啊 打坐啦 茶禅啊 都就是以这些法门来带这样 那所以就是说 即便是自修时间 也把它就是安排的很充实 那其他的当然五堂功课 学佛行仪 出破坐物 这个都是很很基本的 那他们的五堂功课 包含早晚课诵 怎么唱诵 怎么基本的法器 那这次我也谈到说 佛学班其实是 希望他们 如果时间可以的人 可以帮忙去 因为我们的佛学班 下课之后 还有二十分钟的晚课 法师在中间引导唱诵 那隐千莫云这个号令呢 就年轻人帮忙 司法器这样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培训 他们觉得责任重大 听师傅这样一讲 相信在这一期的 青年书院结束之后 我们又可以邀请 他们再次上我们的节目 来分享 这次由师傅 重新安排以后的 这个学习的课证 他们之后的心得怎么样 是是是 那我说我第一高兴 是我们的安排 在青年书院 第二高兴是 我们在全球佛光山的分别院 一共有一百多个 青年书院成立 一百多个 对 不是只有我们 是全世界 全世界 这个是在我们佛光山 它有三个组织上 规划上 大师在去年就指导 有三大系统 第一呢 佛陀纪念馆 这是一个佛教文化传承的 一个弘扬的一个地方 佛陀纪念馆 那么就是以各种的文化活动 文化交流 这些 这是说人间佛教的文化 怎么去做各种的 我看他们安排 如常法师 真是了不起 他在负责这一部分 那中间呢 那个叫佛宝山 佛宝山 佛陀纪念馆 佛宝山 中间呢 是法宝山 那就是人间佛教研究院 整个在规划 绝培法师负责 绝培法师在负责 所有佛光山的教育工作 都由这里重新在重整 重新组织 重整 这次就是图众讲习会 这个三宝山 他们各自的 带出来的讯息 跟规划的进展 哇 我都觉得 真好 所以我们在讲传承 这个怎么 佛宝山的这个延续 我觉得大师 在他去年十月底 动手术以前 完全把他规划 把他带到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层面上去 层面上去 开始去 再去做另一个 层次的发展 然后文化这部分 是如常法师 教育这部分 是绝培法师 绝培法师就是 人间佛教研究院的院长 他底下呢 有比如说 我们刚谈到 青年书院 对 整个的规划 包含读书会 宣讲员培训 包含国际中心 像妙光法师 就是帮大师英文翻译 所有佛光山 所有的英文翻译工作 他在这个 对因为我们 多伦多佛光山 其实也参与很多 对 这个国际中心 就妙光法师 需要翻译的部分 都有一些参与 好 讲到翻译 像我们参与 我们这边 当然是以妙奇法师为主 比如说 协助这个 我们 人间福报 在网路上 这个电子版 人间福报 他也是要双语的 他也是要需要翻译的 有英文的 佛光新闻 这些讯息 其实上面 如果仔细看 很多人都翻译的 又快 其实 真是了不起 另外 大师的 这个论文的 英文翻译 就是这一次 我们一直一直 拜托妙光法师 要尽快 去进行 所以我们回去 也跟 在澳洲的 满可法师 在美国的 会动 我们都一起 在开会 英语系国家 包含欧洲 满千法师 就我们参与 这个论文的翻译 那么 这个 就是说 我们多人多 就分几组人 有一些 重叠 但大部分 有一些是 分开来进行 就佛光大词典的 这个英文翻译 我们也有参与 所以我们 这个翻译小组 三四十人 包含底特律的 有八位 有八位 他们动作也很快 速度很快 这样子 大家都很积极 我对这个 人间佛教论文 人间佛教思想 研究的这种论文 几位教授 成功让教授 李立安教授 等等他们 他们对于 大师的著作 大师推广 人间佛教的思想 的那个研究 发表的论文 我都觉得非常好 但是呢 我们在本地 看英文的人呢 他看不到 因为都是中文发表 所以我又把它 翻译成英文 然后呢 我们又再去大学 委托研究 我们提供很多资讯 要英语化 然后这些 学者们可以 做一些参考 这些 所以这个短期内 我所谓短期 就是这一两年 一定要把这些 现有的论文 尽量都推出 尽量把它翻译成 才有办法 让这些学术界的人 去看 去研究 对 人间佛教思想 我们已经是具体实践 那么多年 几十年了 但学术界 还是以中文系统为主 英文 日文 法文 德文 这些多少都有看到 那还是以英文为主 日文其实不少了 但总之呢 我觉得有最新的 这些好的研究 越来越成熟嘛 对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 赶快 这个协助 这些翻译 这个讲到 这个法宝山 我就很高兴 这次绝胚法师 他规划的 这个人间 他叫青年书院 青年书院 大概有三十几所 另外还有书院 就加起来就一百多所 一起就受证成立 在讲习会最后 最后那一天 所以这也是个 非常令人振奋的 一个消息 我上次在 这个用电话连线 那个时候还没到 最后一天 对 我现在讲就是 我觉得这是最及时的 就是很高兴 那另外呢 我觉得 我们的国际中心 就妙光法师带这一组 像妙月法师 有在法师他们 实在了不起 他们把 人间佛教研究院 就绝培法师 他们特别 用读书会的方式 他们要培训宣讲员 人间佛教宣讲员的 这个教材 他编了一百本 叫做幸福百法 幸福百法 然后就让我们 带回来做教材的 那还有召集人 怎么去研读等等 这个就后面 我们还是要进行 怎么样去培训 那妙光法师 他们就 呃 强着时间 已经翻出二十本 已经翻出二十本了 这一百本 其实各位不要担心 这一本 只要十五分钟 不但看完 还可以研讨完 哦 哦 小小本的 比小丛书还小 哦 那这样幸福百法 一百个topic 比如说 婆媳之间 都一个话题 哦 夫妇相处 一个话题 亲子教育 一个话题 刚好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完全 这个就是人间佛教 对 所以这个教材编出来 这一百本 啊我们 我订了一千套 但是它不是流通 它是教材 所以我觉得 我们很多佛观人 我们可以先来培训 以后大家都可以出去讲 那这中间有二十本 二十个topic 已经翻译好 而且印出来了 已经印出来了 我们都有带回来了 手提都要提回来 哇 不过这个下次 这个百法到的时候 那我就要先跟师傅来请 啊 现在阅读一下 我在想哦 我们真的要运用这套教材哦 有关于明年度 我们的节目 啊 未来的这个走向啊 哎 也可以用得上 对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哇 我真是好感谢 我们这些师兄们 他们真是太优秀 太接触了 都不晓得怎么形容 他们真是太棒了 他们就在总本山 为我们准备这些教材 然后我们到 这个分别院 就有很多 好像我们在前线座 在后面就有那个 补给了 炮弹 补给 好 师父就指导的这个 佛教重书啊 佛光教科书啊 都是包含 呃 我也很感动啊 原来 人间佛教研究院啊 绝佩法这一组 从去年 利用我们回去时间 陆续陆续录影 嗯 这个佛光教科书 录了一百集 一百堂课 一百集 好 那特别就是说 你像我们多人多 当然我们选择用啦 因为我们上课很多 是现场嘛 对 我们自己上 但有一些我们到场 可能只有一位法师 两位法师 他就是帮他们准备 哦 真的好慈悲哦 这我都 其实很感动啊 我就觉得 哎呀 佛光山这个大家庭 真的很感谢师父这样指导 你看把佛光山 从文化面 如常法师怎么进行 都是国际性的 对 把这个 因为在高雄吧 把台湾 把高雄 这文化气息要带动 然后你看 我光讲这个教育 这个 马宝山 哇 藏金楼 已经为我们做好多事哦 好 然后 你会讲说 哎 深宝山 那是在我们佛光山的总部哦 总本山哦 那是 慧传法师带领 这个 寺院的共修 寺院行政啊 事务工作啦 包含慈善工作 就通通都规划在这里 就 从慧传法师 绝配法师 如常法师 他们带着这个佛光山大的这个组织在这里 然后继续再划分各个道场各个组别这样 对 就像师父刚刚所提到说 这些所有师父们他们在进行的这些东西呢 也刚好可以让我们在海外的所有的这些分院呢 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来把这个人间佛教传达出去 是 所以我在规划这个青年书院的课程 其中啊 我看 我们哪一堂课就请惠东法师 特别为书院录影的 录影的 哪一堂就配法师来上 这样 就像这样子 我觉得哎呀 真是好 要他们亲自来到这里 就不知道等到何时 但是 这个教材既然是为青年书院录的 我就觉得太好了 哇 不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师父呢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的消息 也期待师父在世界大会回来之后呢 跟我们分享更多好不好 一定的 再次非常感谢师父 阿弥陀佛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 多云多佛光三世 最近的一些活动信息的话 都非常欢迎你打电话到 905-814-046 905-814-046 或者你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来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 三个W 再次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同 先我们就空中再会咯 拜拜 感谢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